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昨天宣布 将会在未来9年投资190亿加元 去购买88架F-35战斗机 希望取代所有过时的CF-18大黄蜂机队 他又表示F-35是现时最先进的战斗机 这是30年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加拿大空军的最大投资 这些战斗机将由美国洛切马丁公司负责生产 而阿南德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和无理入侵 以及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强硬的行为 该项目具有更高的重要性 加拿大购买新战斗机的计划 将会在未来9年中分成几批执行 第一批交货的将会是16架F-35战斗机 他又预计首批4架战斗机将会在2026年交付 接下来的6架将会在2027年交付 随后的6架战斗机就将会在2028年交付 整个机队将会按时到货 以便在2032年年底前逐步淘汰旧战斗机 CF-18 他再表示加拿大政府对于这个项目 已经进行了深入分析 以确保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全球战略环境中 可以执行对北美防空司令部 以及北约的义务 他更强调F-35战斗机是加拿大的最佳选择 这是一种现代可靠敏捷的战斗机 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在全球各地 执行任务时使用的战斗机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记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钟仔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吧